在节目开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知道三山大道吗 三山大道是日本的传奇摄影师 被誉为街拍之神 同时它也是一位饱受争议的摄影师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别人十年可以出一本影机 三山大道一年可以出十本影机 据说他拍过的照片胶卷 在家里可以堆成数十个纸箱子 三山大道最长的的是李光JR系列的相机 李光JR在相机领域里面 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代传奇相机 早在1990年李光就发布了JR一代式胶片机 在随后的数年间 他不断发布了其他型号的JR系列 然后在数码时代发布了JRD系列 也就是JRDigital的系列的数码相机 然后跨越过JRD系列 又到了最后发布了李光最后的数码JR123 也就是最新的JR3 那JR系列的最主要特点是 它拥有一枚28mmF2.8的定焦镜头 那也是三山大道最常用的一个焦段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李光JR 而是我手中的这一部李光GX100 那你可能会问我 你前面铺垫了那么多李光JR 那你最后做的是JX系列 你是在逗我开心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台相机 是因为我打算从上一期的iPhone 6s开始 我打算隔三差五给大家做一座数码博物馆系列的节目 我觉得非常有趣 本来我计划是去买一部JRD系列的第二代相机 但是我去闲鱼上看了一下 它的售价基本是八九百块钱 那我觉得八九百块钱买一台十几年前的相机 可能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但是呢我无意之间了解到 在JRD时代有一部JR的姐妹机型 那就是JX系列 那这一部JX100实际上是当时李光JRD2的姐妹机型 它们两个在按键布局 包括外观设定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不一样的地方呢是 JX系列搭载的是一枚2472的变角镜头 那它的光圈也是F2.5到F4.4 那跟JRD2同样都是采用了一块1.75英寸 1000万像素的CCD传感器 注意要是CCD传感器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先看一下JX100 我这一段时间所拍摄的样张 从它的24毫米到最广的72毫米都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不难发现啊 它作为一部2007年发布的机型 但拍摄的照片在当下来看感觉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但是呢 它的这一块屏幕出卖了它 它这一块屏幕来看一下特写 是一个 一个我都不想说参数了一块 上古时代的屏幕 你一看这块屏幕 照片在这上面看 你都不用调节感觉像一种超级复古的效果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到一个问题 CCD相机 那很多同学都知道现在相机的传感器用的是CMOS 但是在早年间用的都是CCD 那其实CCD是已经被失态淘汰掉的东西啊 它相比CMOS来讲会有很多缺点 比如说这个冬天会冻裂啊 或者是一个成本的问题啊 综合的包括写入速度啊 其实都不如CMOS 但是近些年来啊 在小红书上面 这个CCD相机又被炒起来了啊 很多小红书的博主说 哎呀这个东西拍出来的照片很像胶片的感觉 哎呀那这个大家都去买CCD相机啊 但其实我在这个地方要告诉大家一句 千万不要去听听小红书上的言论 然后去买CCD相机 包括看了我这期节目也不要去买CCD相机 那虽然说 CCD相机它确实在低感状态下 以及就是一个 比如说我这个用24段去拍摄的话 确实它的画面相比于CMOS来讲的话 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么给大家说吧 小红书上所讲的CCD大多是这种相机 这种卡片相机 这是我们家好多年前 十一年前买的三星的一部卡片 其实是一个CCD的传练器 小红书上一般是以什么三星啊 2084啊 富士啊 索尼之类的这种卡片相机去卖 然后一部的售价 竟然可以高达两三百四五百块钱左右的样子 但是你知道吗 这种相机在回收市场里面都是成框成框成框收购的 可能它的成本一部十块钱 十几块钱几块钱左右 这样一个 然后转手 小红书一包装 马上清库存一下卖到两百多块钱 那这不就是实在是智商税吗 但是如果你硬要玩CCD相机的话 也不是不行 也不是不行 但是它是有一个标准的 那你我觉得最低能接受的就是这样的 1.75分之1英寸传感器以上的机器 包括1英寸M43的CCD传感器还是有一定可玩价值的 但是我手中的这一部GX100有一个非常非常让我爆炸的问题 它可以拍照Rogos的照片 但是它记录一张照片的时间是这样的 那各位同学看完之后 你还有购买CCD相机的欲望吗 那这一部相机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它的G12毫米端的画质是明显不好的 会有很多的噪点 但是我后期用LR套了一个胶片滤镜上去 这种噪点反而给我营造出了一种 哇好像真的回到了90年代那种 老旧胶片相机拍出来的颗粒感 这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体验 在当下这样的一个数码时代 然后去玩这样的老数码相机 可能可以给我们带来的情怀也就只有这么多了吧 其实这一次我会去选择买GX100这个相机 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还是深深大道的超级粉丝 我非常喜欢它的作品 然后其实我一直没有那么多预算去买一部GR相机 比如说GR3可能要四五千块钱只有这样子 所以说我就无意之中发现这一部橙色非常非常之好的GX100 那作为GRD2的姐妹机型也算是了缺了我一桩小小的心愿 好了这一期的数码博物馆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它今天要一线三撩 下期的数码博物馆我会带来一个非常奇葩的折叠设备